利益存亡品第七 这时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师尊 我观察严福提众生 举动心念都是在造业 有时或能做点善事 但都很快地退去善心 而未过善力 这些人就像是走在烂泥中 背着重石越走越困难 此时若能遇到有利的善知识 帮他背一些重石 或全部帮他代背 幅度他走到平地 又教他修学佛法 去恶行善 反省从前所走过的烂泥恶路 而勿在经历 这才能令他出离恶道苦 世尊 有些习于造恶的众生 都是从先好小恶 而渐渐积极到无量大恶 所以当他临命中时 父母眷属应该为他修福 资助他能往生善道 或在佛前悬挂 床帆宝盖 燃点油灯 或替他读诵佛经 造各种佛菩萨的圣像 乃至念佛菩萨 及辟之佛的名字 每一句圣号都要高声念 深入临终人的耳根 使他听入心事本处 这些众生所造恶业 果报昭感 必度恶道 但因家人替他修福德 而能消灭重罪 若还能在其死后 四十九天内 为死者广作善事 即能使他涌离恶道 投生人道或天道 享受妙乐 而为他修福德的在世眷属 也能得到无量的利益 所以我今对佛 及天龙八部的 劝告难言伏提众生 在临终之日 要小心谨慎 不要杀害生命 或造种种恶缘 来拜鬼祭神 或祈求山间的亡粮 为什么呢 因为杀生来祭拜鬼神 根本不能利益死者 反而却增长死者的罪业 假使未来或现在生 本可生到人间或天上 但因临终时 眷属替他杀生造业 连累他要汉那些被害的冤魂对变 以致延迟往生善处 何况死者生前 若是没有少许善根 就要依其罪业 受恶到苦 这些家属 竟然还忍心 为他增长罪业 这就好像 有人从远地来 绝粮三日 又背负超过百斤的重物 忽然遇到邻居 更要他多带一些东西 因此反而又增加了他的困重 世尊 我观看这严福提的众生 只要在佛教中做善事 不论多少 所有利益都是自己获得 地藏菩萨说这话时 在会中有一位长者 名叫大便 这位长者在很久以前 以正德无声法忍的果位 他化度十方世界的众生 常以长者视线 这时 他和掌恭敬地问地藏菩萨说 大事 这南岩福提众生死了以后 他的眷属 为他修功德 乃至赦斋供养 或做种种的善因 这样 死者能得到大利益及解脱吗 地藏菩萨答说 张者 我今成佛威力 为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 大略地说明此事 张者 未来现在许多众生 将死时 若能听到一位佛或菩萨 辟知佛的名字 不论他有罪没罪 都能得到解脱 若有人不做善事 多做恶事 命中之后 眷属们为他修造福德 若有七分功德 死者只能得到一分 而其他六分功德 而其他六分功德 全由生者自得 因此 众生若能趁着健康的时候 修善直福 命中之后 则每一分功德 都是由自己得到 将来无常大鬼到来 带着死者到阴间 那时还不知是罪或福 因为人死后四十九天内 好像吃龙一样 在因私辩论审定之后 才依其夜报受生 而死者在经审判之前 就已经非常愁苦 何况又堕落到 各种恶道去受苦 这死者在未得受生的四十九天内 很渴望眷属们为他造福救拔 四十九天过后 便要随夜去受报 若是罪人 受罪报便常经过千百年 而无法解脱 若是犯了五无间罪 就要堕到五无间地狱 经过千万劫长久的受苦 但罪人的眷属们 若能为他资助供养三宝 而且不要糟蹋浪费摘菜 甚至所有食物 若未供养佛 僧之前都不得先食 如果不是这样 浪费摘食或未供先食 不精进勤修福德 则死者就得不到任何利益 若能金勤亲近地护持三宝 死者在七分功德中 才能得到一分 因此 严福提众生若能在父母或眷属死后 致诚恳切地为他们半斋供养三宝 这样生者和死者 才都能得到利益 地藏菩萨说完话后 在刀立天宫有千万亿的 严福提鬼神 因听了地藏菩萨的这些话 都发出无量正等正觉的心愿 而大便长者也顶礼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